是的 除了中国 我国的端午节庆祝气氛也十分浓厚 而星期天在马六甲河举办的2024年马中龙舟交流赛 虽然是一度发生一段小插曲 由参赛者意外坠合 但是所幸并无大碍 龙舟赛的现场充斥着看热闹人群 以及为参赛者加油打气的呐喊声 这场龙舟赛事是在昨天早上的十点进行 比赛刚开始 各小组快速前进 但是不久 一艘龙舟突然撞向了另外一艘龙舟 结果导致一名参赛者失衡坠入水中 场面惊险万分 这名男子因为无法返回州上 就自行游向岸边 幸好没有大碍 除了这起事件 这场龙舟赛的另外一个焦点 就是在现场也能看到多名穆斯林选手参与赛事 显示我国各族共融和谐的景象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